小看红丝处花仲景观城 成都的四大别墅群你知道有哪些吗? 南门的代表作是鹿山国际和鹿湖生态城别墅群 西门是幻花溪和木马山别墅群 东门是中梁玉岭湾和沃龙谷别墅群 那么你知道北门是哪个别墅群吗? 是的,北门的代表作就是位于新都的五龙山和狮子湖别墅群 让我们换上一首《劲爆舞曲》 接下来进入探房之旅 听说成都人买房都喜欢进水楼台 那么这套产权240平的灵湖别墅有没有get到你? 入户玄关的正对面是一楼的长辈房 这间房间面积有12个平方 并且带有了全落地的推拉窗 从长辈房出来之后 映入眼帘的就是30个平方的前花园 这30个平方的前花园就是长辈房的专属活动空间 这套房子的花园围绕了房子一周 穿过入户玄关之后 右手边这一侧就是这套房子的私家电梯 这部私家电梯在房子套内 在修建的过程当中提前预留了电梯景 电梯连接了地下室 一楼的活动空间和二楼的起居室 餐厅的背后就是U型设计的厨房 这样设计的厨房不会占用太多室内的空间 餐厅侧边的柜子可以改造成吸厨和酒窖 参客区开间8米近深5米 40个平方的活动空间带给你极致的享受 如果觉得这个空间不够大 那么我们移步到室外 室外映入眼帘的就是您家 100个平方的私家前花园 有人买房需求室内私家电梯景 有人买房需求室外大花园 还有人买房需求一线湖景 在这里你想要的这套房子都可以给到你 这里称得上是养老居住和度假的不二之选 在楼梯间的背后就是一楼工区的卫生间 这个工区卫生间有6个平方 卫生间和厨房是名厨名位 接下来我们移步到二楼的起居室 从楼梯上来的正对面就是私家电梯的空间 左手边是一间主卧 这间主卧的面积有35个平方 主卧用衣柜分割出了两个空间 右手边是书房和办公区 左手边是居住和休闲区 被分割之后的主卧休息区 依然有18个平方的活动空间 推开窗就是狮子湖的湖景 在家就可以欣赏落霞与孤雾齐飞 秋水共长天以色的景观 主卧的侧边就是隐藏式的卫生间 这间卫生间的面积有9个平方的大小 在里面放上浴缸依然不会觉得拥挤 主卧的正对面是另外一间套房 目前样板间的装修风格是一间儿童房 同样的带有独立的卫生间 在卫生间的背后就是儿童房 这间儿童房的面积有12个平方 放下衣柜和床之后依然不会觉得拥挤 落门一步到地下室 楼梯下到地下室的这个位置 是地下室的入户门和电梯空间 地下室这边坐了5米的条高 地下室的面积有60个平方 在里面这一侧还有一个酒窖 那么这样一套灵狐的谍品别墅 领爱了吗 关注小王足不出户 看好房 看好吗 看好 看好 你看好